奔跑吧第九季有7位跑男成员加盟,跑男团很强大,每一期又有多位人气明星来担任飞行嘉宾,节目还是挺精彩的,这一季奔跑吧,不少观众都看得满意,网报跑男团队着手准备新综艺,但在最近,小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,这个消息就是奔跑吧团队将会打造新的综艺,也就是说,在奔跑吧9路上, 结束完后,跑男团队又要集合开启另一节目的录制,根据网上爆料,浙江卫视要打造一个新综艺,将还放派,这一综艺将由跑男团队来策划来录制,7月21日的话正式启动,节目中五大帅哥梦幻联动,小编的话,其实对这一综艺是很有信心的,因为看了网上爆料的嘉宾阵容后,觉得太豪华了,据网上爆料,这一综艺将会有五大帅哥梦幻联动,来看看帅哥们都要打造一个新综艺, 都有谁吧,他们俩加盟,好多观众都想看了,这两人都是长得帅气,性格又好玩有趣的男艺人,爱了呀,接下来要说的帅哥呢,是陈飞宇,陈飞宇对于观众们来说都不会陌生,他身为演员有着挺多作品呈现给大家,陈飞宇的颜值,好多女生都刻呀,他清秀帅气又温柔,让人动心, 而性格方面的话,陈飞宇有教养又温柔暖心,很多人喜欢,他来上综艺,好多人支持,想看了,如果他参加这一综艺,到时会为节目拉来好多关注呀,你期待这一新节目还放派吗,看完文章后,你有什么想法,欢迎留言